大批童军齐聚欢喜交流 2024世界佛光童军大露营 今年在佛光山澳洲南天寺登场 来自澳洲当地美加以及亚洲地区佛光童军共襄盛举 包括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 书理会长慈荣法师透过露营传递祝福 今年佛光童军要积极行善实践三稿 探索南天寺自然生态 了解大自然给予人类的丰富资粮 进而体悟环保的重要性 草丛军欢喜参聚澳洲原住民文化 学习文化间是具备的尊重与包容 藉由同侪间集体创作开拓视野 加工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我们在学习纽约中的星期 今天我们在做这些软件 我们也有了脸色彩 是一个很高兴的机会 来到这些人都在世界上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宫 我学习很多革命的文化 我也有很多新朋友 从这个游戏中 我真的学习了解能力 尤其是在抗扰和抗扰危险 我只想感谢大家在宫 所有的优优人 所有的团队 所有的团队 都在团队 都在团队 因为我们觉得 这些人都没有可能 欢喜分享五天下来 道不尽的收获与感谢 透过线灯感谢星云大师 慈悲智慧 创立国际佛光同军团 从每一次活动中 学习运用佛法克服困难 也为身在世界各地的同军们 搭起凝结桥梁 各位立法 我们各位同军团 你们也是创造历史的一份子 但是创造的历史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好的姻缘 带到全世界 那我们说带到全世界呢 就是保护我们的英雲 再传给我们当地的 我们自己的团体 以这样子的模式呢 也可以说是传播好音好源 也是进化社会的一个方法 相信我们所有的同军 你们学到了很多的技能 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也有很多的体验跟学习 在同军活动里面有最重要的 透过小队制度 其实它让我们去发现 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在队的位置都可以很有用 为孩子扎根相好 做好事 说好话存好心 2024世界佛光童军大露营圆满落幕 宣布明年将在台湾登场 期盼全世界佛光童军都能踊跃响应 一起走访佛光山 感受星云大师 红法足迹 明天新闻澳洲史离 综合报道